人品,一个人最硬的底孩,人品,一个人最深的素养,人品好的人,心地纯善,乐于助人,不玩心眼,不耍手段,让人如沐春风,谁都愿意结交,人品差的人,为人计较,处事张黄,自私自利,全是坏心,让人如履薄冰,谁都敬而远之,人这一辈子,容颜会变,钱财会分,未有好人品。 才是最好的包装,人品经营好了,人缘越来越好,素养越来越高,前途越来越宝,做人,不一定要人人敬仰,但一定要堂堂正正,不遇小人为伍,不和坏人牵扯,做事,不一定要面面俱当,但一定要坦坦荡荡,不赚不义之财,不要不明之物,没有钱,自己赚,穷此都不坑不骗, 没有路,自己扑,男子都不投不抢,穷一点莫傻,只要人品后观,照样有人尊重,说没有好人品,注定孤家寡人,一个人,想要有好的发展,除了自己的本事,最重要的还是人品,把人做好了,做什么都会顺畅, 把品端整了,该来的自然会来,好人品,是一个人的内涵,好名誉,是一个人的外貌,干干净净做人,是实在的做事,才能引得人的尊重,不劳而过,坑蒙拐骗,注定他一事无成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留言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